主实在向我们的心说话 这些话不是只是道理 今天我们要看见 好信息的中心乃是基督自己 讲到这个宣扬好信息 我们都以为只是像 还没有得着主的人说的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开头就告诉我们 这些话需要天天在生活中提醒我们 叫我们的生活专注在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 只是他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好信息 他的名字是我是那我是 天天享受他是 天天看到我不是 我除了他我什么都不是 所以第二大点说到 他是真实人类的需要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 只有这位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 弟兄提醒我们 我们天天要礼物 我们不是什么 但我们天天看见这个之后 我们需要珍赏他 保爱他 寻求他 并且不断地观看他 正确地观看他 反照主的荣光 当我们这样做 我们旁边的朋友们 我们的亲戚朋友 就看到我们就是好信息 宣扬不是嘴巴说的 乃是从我们生活中彰显出来 我们人不过都是属肉体的 我们是有限的 但是感谢主 主有他的话 在我们的里面 不仅重生了我们 他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性质 弟兄姊妹 不仅天天读经 我们要让这些话 构成到我们的里面 每天来到主的话的跟节 让主的话浸透我们 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好信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年节这个过年的期间 我们来在一起 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福音的聚会 弟兄姊妹 我们所听见这个福音 不是一个低品的福音 不是指教人得着福利平安 并得意志这一类的福音 我们的福音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作为好信息 他是烟花的荣耀 是烟花的显现 当我们听见福音的话的时候 这个神作为光 就照在我们的心里 弟兄姊妹 我真宝贝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应当像我们当初 接受福音的时候 我们当初接受福音的时候 是如何向着神的心是敞开的 是如何的没有像 没有帕子的脸 来观看主 并且得着的主 今天我们也应当 天天过一个观看 并返照主荣光的生活 这个话 乃是对着我们的心 说的安慰的话 对着我们心说的安慰的话 不是一般人的话 实在是神的话 是这位神 在我们的心里面 像光一样 向我们来显现 弟兄姊妹 我们都听见了这样的话 我们要起来 天天来观看 我们需要记得 每天早晨 晨星的时候 早晨起来 我们很简单的 就必须来到主的面前 不相信我们是什么 简单的相信 神是 让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天天 这样让主的话 照在我们里面 我们出去 也就能够同样 宣扬着大好的信息 感谢主 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 听这个大好的信息 我想用两个字 来强调这个大好的信息 第一个字就是 看啊 以赛亚书九章说 看啊 你们的神 他又说 耶和华的荣耀 必然显现 凡属周的的人 必一同看见 神可以让我们来看见 我们需要来观看他 新约就说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就像镜子一样 观看并返照神的荣光 我们的生活 就会从荣耀到荣耀 所以好不好 弟兄姊妹们 信了一年了 我们都来传这个好信息 传给我们自己 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一起来说 看啊 你们的神 看啊 你们的神 不要看软弱 不要看消极 我们都转来看我们的主基督 像镜子一样 返照他的荣光 第二个字啊 就是等候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讲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至上衡 我们需要等候他 这个等候并不是消极的 等他在环境中改变什么事 来让我们能够舒服 这个等候啊 就是这个仰望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自己 来等候他 做我们的力量 加我们能力 我们这样的等候他 我们就能够成为心脏 救赵的草 让他枯干 化让他貂蝉 让我们等候耶和华 就必重新能力 感谢主 让我们看我们的主 我们也等候 那如阴的耶和华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